本集《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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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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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哈囉大家好我是T-Monker 然後現在坐在我對面的是 大家好我是Ronnie Wang 然後今天算是我們那個 沒有人與他們的產地的零集 然后很高兴就是邀请到Ronnie来 分享一下他在GTV参加很多个专案这样子 那因为这是第一次的 这是第一集 所以要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到底没有人是什么意思这样子 没有人的话是之前 很早期的时候GTV有一个 翻字那个甘奶滴的那个梗啊 就是讲说什么 不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 然后要问你自己为国家 我刚刚是不是讲错了 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 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些什么 对就是这样子 然后他这个这句话就把它翻成 就是把它改成没有人这样子 所以不要问为什么没有人做这个 先承认你就是没有人 对就是这样子 所以呃 所以这个就是没有人的内梗的意思这样子 OK好那 我们就事不宜迟直接来 呃 因为我们这次会邀请到Ronnie来 主要是因为Ronnie已经参与GTV超多次了 我记得你好像几乎没有miss掉 任何一次GTV的大黑客手 我目前只缺席过一次GTV黑客手 那时候跑去澎湖参加海上常用 哈哈哈哈 跑去游泳这样子 还有上新闻 在新闻在摄影机拍着说我在海上说 澎湖有钱好开心哦 啊有这回事 对啊 所以 哇如果认真找新闻片 但找得到你在上面 对要很认真找很难找那个 太好笑了 然后所以呃 所以Ronnie就是几乎每一次都有参加 然后他已经前前后后有很多个专案在GTV 呃跟大家分享这样子 然后很多专案好像都一直用小帮手这个名称做开头吗 就因为我很不会取名字 所以都会取什么什么小帮手什么小帮手最简单 诶我也觉得取名字这件事情超困难的 就是 有啊 因为其实说就是一个专案最难的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取名字 诶 因为说程式专案最难的第一件是取名字 对 第二件事情是解决cash快取问题 然后第三件就是定义什么叫做完成 哈哈 定义什么叫完成 这好麻烦哦 这个超难的 在专案管理中最困难的 哦 好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小帮手系列 然后你有很多个 我记得第一个 呃我这边 我这边有讲稿 耶 讲稿第一个是写新闻小帮手 好然后呃 因为有很多个小帮手 所以基本上我会希望就是从 到底这个案子是怎么来的 这专案到底怎么开始的 这样子 好那我第一个小帮手其实是求职小帮手 哦那就从求职小帮手 对求职小帮手是在2013年的4月吧 然后那时候是因为我看到新闻就是说 那个那时候HTC好像发生因为HTC 那时候本来HTC本来是一个很热门的一个很很强的一个科技公司 你说那个时候他们的那个手机还很红的时候 对手机还最红的时候 股价还接近1300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突然有很多新闻就说什么 HTC员工超时加班啊 什么不给加班费啊什么就是有蛮多的 就是很不良的那种职场的环境 嗯 然后而且那时候发生说HTC的员工们 也想要去做一些抗争或做什么事情 其实都没有办法去做 然后那时候就我在在新闻中才发现到说 HTC有就是因为超时加班不给加班费 等各式各样的事情 然后有被新北市劳工局有罚 就是违反劳基法 然后被罚了好像两万还是三万多 我忘了就数字很少 然后就觉得说天啊 这罚这个超级不痛不痒啊 他几千个员工 然后每个员工可能每天每个月超时加班几百个小时 就你一个月只罚他两三万 这个钱真的是太少了 那时候我就发现到 其实各地方政府都会有公布就是 违反劳基法的记录 就是哪些公司因为什么原因违反劳基法 那我那时候想说 我们能不能让这些资讯更容易的被使用到 那时候我的想法是说 如果这些资讯能够被直接显示在104人力银行 就说这家公司之前就有超时加班不给加班费的记录 那么我觉得或许可以给求职者一个参考说 那我是不是我去这家公司的时候 我就好预期心里这家公司是要加班 而且没有加班费的 那我是不是就应该要去争取 比其他公司更高的薪资 所以那时候就是做了求职小帮手 就是花了很多工人 非常多 其实花最多时间不是写程式 花最多时间是工人智慧去 收集各地方政府 那个违反劳基法的记录 因为各地方政府是用Excel啊 用Word啊 甚至图片囊都有 然后我要想法把各地方政府的资料 合并成同样的格式 然后才能变成一个就是 未进一个资料库中 然后把它做 就是交给求职小帮手的工具 在104人力银行显示出来 所以这部分是求职小帮手的部分 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他 我记得他那个时候是一个 那个plug in嘛 一个插件 然后就直接会让你在104的网站上面 可以看到额外的显示的内容这样子 那 那你有没有被告过啊 这个这件事情 会不会 这个专案有没有被 因为这个专案被告这样子啊 其实这个倒还好 就是求职小帮手没有被告 甚至连警告都没有 我想好像有一次耶 我有点忘了 真的就是几乎是没发生过 哦 对因为其实我的资料来源 完全是来自于政府的 嗯 所以其实政府有的资料 其实这边 我显示刷接 这这个倒还好 对 而且我其实 我那个时候为了保护自己 我还会去 用Evernote的那snate shop功能 把各地方政府的网站就是 那个时候的违法邮寄法记录 那个页面snate shop下来 所以假设之后他这要下架了 假设真的有人要告我 那我还可以拿那个snate shop出来说 其实我们并不是自己捏到出来的 这曾经存在过 哦 对但是后来那个snate shop一直都没有用到过 OKOK 啊那还蛮 你还蛮想的蛮前面的啊 就是想说如果万一出了什么样的 行政上面的问题的话 至少还有一些 那个备用的方案 所以第一个就是求职小帮手这样子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叫做 新闻小帮手 那新闻小帮手是怎么来的啊 新闻小帮手 那时候就是我在FB有追踪 因为我会追踪一些名人 是大家都会嘛 然后那时候追踪到一位叫做 代曆人导演 然后代曆人导演那时候 然后他就分享了一则新闻 那新闻的标题我还记得是 那个韩国媒体说 月球上发现韩国古文明 NASA刻意隐瞒 然后那个代曆人导演分享这个新闻的时候 他就讲说 哈哈哈哈不意外什么 我也不知道他用什么文字 但是就有点不意外的感觉 就是觉得韩国人这么做不意外 可是我那时候就拿这个新闻标题 拿去Google一下 就发现到那则新闻其实在两年前 就是被证实他是从中国传过来的网络谣言 而且当初发那则新闻的东森电子报 他已经把那个新闻下架了 我最近也有去查一下 但也是就是都找不到这样 对那个新闻已经被下架了 因为可能他们自己也发现到 他们超过一个网络谣言 虽然新闻已经被下架了 可是在代曆人导演那一则动态上 还是持续越来越多人在转贴这一则 但丁人导演的动态 很多人持续按赞在留言 那因为大家其实 大部分人看FB的时候 并不会真的去点进去那则新闻 大部分人可能光看到标题 韩国人不意外 就按赞 按分享了 那其实就 你就算事后把这新闻下架删除 其实也没办法阻挡这个假新闻 或这次错误的新闻被散播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 有点是衍生原来求智小胖所的想法 就是做一个外挂 来让大家 求智小胖所是做外挂 让大家看违反劳基法公司 对 那新闻小胖所就是 我想用这个外挂 来让大家知道说 诶 你曾经看过的新闻 被发现是有问题的 你是不是要回头去把你的 站给退回去 嗯嗯嗯 对 所以那时候就想说 做新闻小胖所来解决这个问题 诶 你这样讲我突然想起来 那个时候的外挂是做在FB上面 对对FB跟Twitter 跟直接做在新闻网页上都有 哦 这样还蛮多个诶 那你 做这个专案的时候会花多少时间 从一开始 从零到一开始 其实这个专案一开始不是我做的 就是一开始是我直接带去 那个就是GIN EV黑客松 嗯 是2013年8月的时候 应该是第8次黑客松吧 嗯 然后那时候就是 我 我 所以我最开始的准备只有 就是做头影片 然后就是截图说那个 但立人导演那些脸书 然后以及说 我的想法是什么 嗯 然后到那边后 诶 其实就有蛮多GIN EV参与者 就觉得很认同说 这个想法好像蛮不错的 蛮有意义的 嗯 所以当时那一天我就有六七个人 就有找 跑来找我 就是说 诶 我这边也跟大家补充一下 GIN EV黑客松是什么样的形式 好了 哦 好 对 其实GIN EV黑客松就是一个 两个月就一次的黑客松 那么下一次黑客松会在 5月22号吧 对 哦 可以可以顺便那个 对对 业配一下 业配一下 对 然后对 而且 下礼拜一就是后天中午12点就开始报名了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去赶快抢票报名 因为我们会借用中研院的场地 那当地的电源啊 网路其实都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还是会做一些 人数上的控管 对那好 那回归就是 我可以再补充一个 我记得根据过去的经验 就是那个票都抢的超快的 所以如果大家 所以大家要抢要快 你说什么时候开始啊 像礼拜一就是后天的中午12点开始嘛 所以如果要抢的话 可能就要先提早想一下这样子 对 对 那黑客松是 Gymie黑客松是什么呢 他其实不是一个什么邪教组织 或者 其实还蛮邪教的 对 就是他其实是 是一个就是让大家一起把自己的想法带去 你有想法的人可以带自己的想法去 没想法的人你可以去看看 一有没有谁的想法 你也认同的 你可以去帮助他 所以像是Gymie黑客松整个流程就是 就是早上会有人提案 有想法的人可以去提案 每个提案的人 用三分钟的时间 告诉在场的所有的一百个参与者说 你看到什么样的社会问题 你想到用什么话来解决 就是你花三分钟时间 要说明这件事情 吸引大家 那接下来就是 有想法可能是十几个 没想法的八九十个人 那再来就是那八九十个人中 就可以自己跳去说 跟那些有想法的人说 我可以去帮助你 说我有什么技能 我可以来帮你 那所以以 你信为小帮手当初来的例子就是 我就花了三分钟时间 我讲了这个现象出来 那那时候就有六七个人 跑来说可以来帮助我 那这六七个人 其实不是只有城市设计师 就是有些有两个城市设计师嘛 然后再还有一些是做Facebook行销的 或是有一些是做研究的学生之类的 那大家就是各自各自分工 那么城市设计的就是说 会帮忙想说 来做一个外挂出来 想办法把这个乱七外挂做出来 那么做行销的就是会帮忙研究一下说 整个这个 新闻小帮手的动线要怎么设计比较好 有些地方的Wording文字要怎么设计比较好 然后以及说日后要把它推广出去的话 可能有什么样的方向 就是靠这样子 大家分工做不一样的事情 所以那个Code 就是新闻小帮手的Code 你的就是 你不就是不一定全部都是你做 对不对 就是有很多Code Base 其实很多都是大家一起来贡献的这样子 对像是那一天黑客松当天 因为其实我们黑客松 不会在当天就把事情做完 因为一天时间要做完事情太不可能了 所以通常在黑客松当天 大家会努力做Prototype 就是一个说可以证明这个想法 这个想法是可以被始作出来的 那所以以我们那一天的 理想的新闻小帮手 我们的想法是说 会需要一个后台 需要一个让大家可以回报这个新闻 是不是有问题的一个机制 所以会需要一个前后台 会需要有一个extension 就是一个plug in 一个外挂的机制 可是我们那时候考量的时候 觉得当天一天时间 不太可能把前后台做出来 所以我们那天做出来的Prototype是 那我们就只做外挂的部分 那外挂的部分是 只要我们发现到新闻内容 或标题有无敦意三个字 它就会跳出假新闻 我们不是要针对任何人 纯粹就是为了 你说那个时候做那个 对就是为了要设定一个 简单的规则 说这个规则一会合后 然后就可以跑出来这样子 所以我们那一天 在最后结案的时候就是说 缓一缓 那个新闻是有无敦意三个字 它下面就跳出来了 对 我们不是要刻意针对某些人 就是那个时候的Prototype 其实是长那个样子 所以那一天出来的成果就是这个样子 而且那一天我完全没有写任何程式 就那一天是就是参与者写的程式 哦 OK 然后后来我再花了差不多两个礼拜的时间 就是把前后台写起来 然后再依照当初那一天 有参与者的程式为基底 我再把intension接起来 所以才完成了后面的新闻小爱王手 而且我一开始我还做了一个很丑的一个前后台 因为我本身没有任何的设计底子 嗯 但是后来就也有GMV参与者协助就是 做了很有设计感的一个前后台 所以其实现在整个前后台是很漂亮的 哦 对 所以 你这样听起来 因为刚刚这样讲起来 好像其实你已经 对GMV已经非常熟 可是你第一次接触到GMV的时候 是 是一个什么样 你是在哪里 哪里接触到GMV的资讯 然后你是怎么样 决定要来参与GMV的这样 其实我已经有点忘了 我到底从哪里听到GMV的 因为真的 GMV第一次黑客宗是2012年的10月 应该是11月啊 就GMV.tw的这个网狱是10月24号注册的 对对对 那我自己会接触到 应该会有点像是这种开放政府 其实应该是来自2012年的89月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一个叫实价登录 内政部实价登录的网站 那实价登录就是 帮助就是让大家知道说 房价多少钱 房子是多少钱买卖的 那那个时候 内政部出了这网站出来 我觉得这网站很有价值 可是那网站真的非常非常难用 然后当时有三个Google工程师 把内政部实价登录网站爬下来 然后做一个民间版的实价登录 然后我那时候觉得 民间版做的真的超好用的 我就觉得 我那时候有被这样的一个动作惊艳到 就觉得把政府的资料抓下来 然后把它用更好的方法呈现 那当时其实我还没有听过 开放政府开放资料这样子 但是我去看到这样的行为 我就觉得这个行为真的好像很理想 是不是很多政府的资料都可以这么做 那后来又看到新闻说 那个内政部还找了这三个Google工程师 进去讨论 希望能够怎么改进内政部的网站 我就觉得这一切 这故事一切听起来太理想了 就是说官民合作 然后但是再过一个礼拜后 我发现内政部 他就把那个实价登录网站 大改版 也没有大改版 他改了很多地方 但是那不是把它改得更好用 而是改到更难爬资料 所以例如说他把价钱啊 把很多的时间什么篮位 都变成图片档 本来是可以复制文字的 文字 我真的懂 他那个时候的做法 甚至会把它变成图片档 变成图片档 就让你很不好用程式抓下来 你抓下来就是图片 然后我那时候就有点被气到 我就觉得 竟然给我搞这一套 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自己就说 那既然是 既然他这样搞 那我试一下我能不能破解他 所以我那时候 他换成图片了 我还去研究 怎么把图片去破解 怎么样写出爬松出来 所以我大概也花了三 两三天的时间 我把新的一个月的资料 爬下来后 然后我就把资料全部 open data到drop板上面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 想研究这资料的话 所有资料都放在这边了 所以那时候算是我第一次接触 像这样的 有点开放政府 或者open data的事情 那后来在10月11月的时候 就看到 有GNV临时政府 想要办一个hacker song 而且好像是一群 理念很接近的人 那我那时候 我猜我是在IRC上面看到的 然后 所以我就跑来参加了 对啊 那个时候主要沟通的方式 还是IRC 对 那个时候 台湾的资讯社群 很常在IRC上面做讨论 记得 那真的是蛮 就是有点久的事情 然后你还讲到说 用图片 我记得就是 你后来有一个 蛮有名的专案 叫做政治现金 然后那个现金就是要 就是要 就是要把那些 印出来的图片档 然后都把它改 都把它变成 资料化的格式这样子 嗯 那那个时候是 怎么开始的呢 OK 开放政治现金这个专案 是2014年的专案 然后那个时候 应该是3月多吧 然后那时候有 反核456的NGO团体 他那时候跑去 监察院印了 2000多张的政治现金的那个纸本 因为监察院的政治现金的资料 那时候他不允许任何人 就是他没有上网查询功能 然后他可以让大家去监察院 本人去查阅 但是你查阅之后 你只能印出纸本 你没办法带出任何电子档 那么如果今天是总统参选的话 其实他的政治现金的资料 是非常非常庞大的 所以其实那个资料 2000多页中 他从那时候反核456 印了2800多页 但其中2000多页就是来自于 把印9跟武敦1的政治现金转户 所以他们那时候带了2800多张纸 他们把他用那个影印机 大量扫描功能 扫进随胜碟中 所以他们扫出了一个几句的 全部都是PDF 都图片的PDF档 他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这2000多页的图片了 所以他那时候带去GNV 黑客搜的时候 他们也没提案 他们就是大家在聊天吃饭的时候 他拿出这东西 他说他不知道他们该怎么处理 那当时在GNV 就蛮多工程师就想说 那我们可以怎么解决这问题 那有人提议用OCR 有人提议 OCR是什么 OCR就是用一些那种文字辨识程式 就是去把图片放进去后 和能辨数多少文字出来 但是当初因为好几年前 那时候文字辨识功能 还没有现在那么成熟 其实现在我觉得 还不一定有到很成熟 所以其实准确度蛮差的 那那个时候我自己就想说 我们可不可以用工人智慧 就是人工智慧不行的时候 可能会用工人智慧来解决问题 所以我那时候想说 因为他的那个表格 资料还蛮单纯的 就是他每页的表格 其实左右宽度都是一样的 然后蓝树也是一样的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他的那个表格 就是一格一格切出来 然后切成一格一格之后 我们把一格一格 用点像是输入留言版的验证码一样 让大家用输入验证码的形式 来去帮忙来反破解他 所以我那时候花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就那次黑客松结束后 我花一个月的时间去研究 怎么办法表格 可以很完美的切出来 因为切表格这件事情 其实相对来是简单的 因为他的线是 他的线算是明显的 所以我切出表格之后 后来2800多页 切出了20几万个格子 然后这20几万格子 我就把他 我这行为我叫切豆腐 因为很像把一张大天豆腐切的一个小块豆腐 然后我就在4月的黑客松的时候 应该4月的黑客松 然后我就把这些豆腐都上传到Amazon S3上面 我就说我把豆腐都放在这里了 那有没有人愿意帮忙来做输入的那个机制 就是输入验证码的机制 结果当时黑客松当天就有人认你做这件事 所以当天我也没写扣 当天也是有黑客松参与者说我来做我来做 就当天就做出了那个就是输入验证码 然后输入那个数字 然后我们想办法还原回去那个见面出来 然后当天晚上的时候 我们就丢到PET八卦板上去分享 然后因为那时候2014年的4月 差不多就318过一段时间 其实那时候乡民们还在群情激愤的时候 所以那时候其实大家都很闷 就是觉得说政府那么烂 我们能做些什么事 但大家都不知道能做什么事 结果今天开放这支现金网站跑出来后 大家发现我只要打打键盘 我就可以让政府变更开放 那所以整个乡民们就打得欲罢不能 所以那个时候二十几万格 一个晚上就是 从那天我们好像六七点丢到八卦板去吧 隔天就全部打完了 然后后来一整个礼拜 其实乡民们也都打得欲罢不能 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有考量 就是说如果大家已经打完 我们可以让大家打第二轮第三轮 这程式是自动的 所以后来一个礼拜过去之后 平均每一格都被输入超过五次以上 那蛮多的耶 对所以那时候就会有人问说 欸万一有人故意打错 或者不小心打错怎么办 那我们后来就是 大家如果 反正我们每一格 我们都会用最多人输入的答案 当作正确答案 所以就不用担心说 有人不小心打错 或故意打错 所以我们事后 我们有再把这一个 就是再环游回来的这个 就是总和 我们把它加总起来 再去跟另外一份会计报表 就是它有总和数字 但是它没有明细的 去做比对 结果发现几乎全部都是正确的 欸那这样不只是一层耶 你刚刚讲说有一层就是 会找最多同样的 那一格最多同样的回报 对 然后再来就是你还会去把那些 呃成果 然后去做一个加总 跟他们文件上面的那个 会计报表 再做一个比对 这样子的话还蛮准的吧 应该对啊应该不太有可能 对后面数字出来 应该几乎都是跟原来电子档 是一模一样的 我对这个专家印象特别深刻的是 因为它 我觉得它好像是 算是 呃 台湾 我觉得啦 我觉得我很早期看到的那个什么 呃就是现在有一种报导 叫做 叫做 数 数据 数据报导这样子 就是他可能会去做一些数据的分析 然后去做报导这样子 然后我记得是 Reader Reader他们现在都主要都在做这样类似的报导这样子 所以我也记得那个 呃 这一个政治现金开放的那个专案第一次的时候是318左右的时候 嗯 然后接下来后面还有一次这样子 对 然后318那一次的时候 后来就是也产生出了一个生产线 就是说会有人叫做调查兵团 会冲进监察院里面 嗯 然后去印出大量纸张 然后印出来之后 然后会去扫描 扫描后放在店长后 然后我这边会切豆腐 然后切的豆腐后再喂进那个就是 开放政治现金系统中再交给大家输入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在第二次的时候的政治现金开放的时候 开始形成那种生产线的形式这样 就是分工比较清楚一点 就是4月那一次完后其实就开始有生产线了 哦 然后生产线完后再来又开始 后来那时候就是把那一届立委应该是第七届吧 嗯 就是把那个立委所有立委的那个阵线都印出来了 嗯 然后再交给项民们来输入一次 嗯 然后后来一直过了两三年后 那时候reader就是刚刚讲的 常做那个资料新闻的reader 他们想要再做一波新的 所以他们也是再启用了一次 所以那时候就有点政治现金2.0的感觉 嗯 就是把网页再做一些修改 然后再去印了更多的资料回来 然后丢来系统让大家输入 哦 对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他们就好像还有协助做那个网页的部分 我记得那个网页也拿资料成果做了蛮多的相关报道 蛮多研究的 对啊对啊 然后就是可能就是变成一个立委为主 然后看你也可以就是在那个界面上看到说 那个立委到底他的政治现金的分布是什么 对以及立委跟财团之间的关系 他们那时候也做了蛮多的研究的 对啊还蛮多 所以那是一个很特别的场域 有时候G&V大松这个地方这样子 就是 我觉得他好像就是开启了一种很 不一样的方式可以让大家来去做社会参与这样子 就是参与社会上面的大小事情这样子 对因为其实你有想法你都可以带去G&V黑客宗 那你没有想法但你很想卷起袖子做事 那么其实在G&V黑客宗也有很多能让你做的事情 我印象当中最特别就是我每次去G&V的大松遇到Ronnie跟你聊的时候 你都会跟我讲说在这边工作很疗愈 应该不是讲工作吧在这边写call 然后跟大家聊天 参与专案聊天是很疗愈的事情 那这个到底跟自己在公司里面写call有什么不一样的差别 因为其实你在专案里面通常负责的那个角色 因为你是软体工程师嘛 所以你就是会写call的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话那到底跟自己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写call有什么差别 我刚出社会的时候我在压压公司啊 那公司其实算是中小型规模 就不算是型重公司了 就是规模已经到五六十人了这样子 然后 现在是不能讲是不是 可以可以确认一下是可以讲是不能讲 是可以讲啊但我觉得它不是重点啊 好好好你继续讲 因为你刚刚这样讲的超好笑 我想说你是在怕什么之类的 没有啊 怕公司上班会来找你这样子 Ronnie你讲这个 真的没有啊好 有没有说明它现在也变得很好就匹克帮啊 哦对对对 好没关系我是觉得很好笑 对啊就是说 那时候会觉得说 嗯 有时候要在公司到有一个规模的时候 可能公司会比较重视风险 那重视风险的情况下面 很多要做一些新的研发新的专业的时候 可能会要做很多的事前研究 很多事前准备 像是什么swat分析啊 研究你正要做的事情的优缺点 然后市场的一些竞争对手什么的 那有时候从你想做到你开始做 可能已经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了 嗯 其实在很多公司 真的是完全 就是尤其越大的公司 会这个情况越明显 像我之前听说在雅虎 在雅虎的话 你要开个专案 然后你可能要伺服器的时候 你在台湾的雅虎 你可能还要等那个伺服器 从船运运到台湾 你才能开始继续做事这样 OK 就是会有他们越大公司越有这种 越严谨越 降低风险的流程 但是相对起来 就是等到你可能想做这些事情 你要开始做的时候 会不会已经跟那个时候 已经差很多了 所以这是我以前 我觉得在大公司 会做事情的时候 会有一点 越做到后面越厌烦的感觉 嗯 那我来到匹克邦 不是不是 来到G01V的时候 有的感觉就是 G01V是一个 我们不用做那么多 我们还是会做一些研究 做一些分析 但是我们是尽快做事 Release early release open 就是我们尽快做出成果来 然后我们尽快把成果出来 让大家可以做更多的调整 而且在这边其实 大家不太会挑战说 你这东西没有用 或者你这东西可能已经有人做过了 而是大家会有更多的一些鼓励 或者是更多的提供你 可能怎么走更好的方向 那我会认为 就是在G01V这边做专案 真的是一个非常疗愈的一个成员 我讲一个小八卦好 你这样讲的时候突然想起来 就是我 我大概是2016年左右的时候 第一次去参加G01V的大宋 这样成为G01V的一个贡献者之一 这样子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 在G01V的线上平台 现在是Slack这样 然后在Slack上面 就有一个台北市政府的公务员 财政局的公务员 说要来找人家来帮忙这样 那个时候是另外一个专案 叫做天龙特工地的那个专案 这样子 然后就说他们现在要开放他们的那个 闲置空间 然后希望 网站要改版 希望找人家来帮忙 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就去了这样子 然后印象很深刻的是 虽然这是另外一件 印象很深刻的就是 他们一直在问说 哎ロニ找不到RONNY 这样 因为那个时候你就很有名 这样子 对然后 然后我就 tidak 然后我就惹他们不错 我觉得让他们 beth 很失望这样子 对 然后说对难怪难怪 因为都找不太到他这样子 那个时间我没有 那个时间我超穷的 然后我根本就没有 那个时候我根本不太认识 这样子 然后我只是讲一个烂的回答 这样子而已 但是那个时候你就很有名 我印象很深刻 因为大家都说就是你的 那个时候大家的印象是 你写扣得很快 对 然后可是跟刚才我们谈到 你在讲前面那几个小帮手专案的时候 你常常讲的一个重复的一句话就是 很多时候其实我也没有写扣的这样子 你就只是把个idea带过去 然后或者是说 你负责某一个部分 然后后面有其他 比较是在专业领域上面的人 可能是做前端什么之类的 比较厉害就会负责那个部分 所以并不是所有的 所有的扣都是你一个人自己做的 我要讲的是这个这样 然后 所以我 所以想到那个反差 我印象也蛮深刻 就是因为大家可能就会 在距离地有个很特殊的状况 就是那个credit 就是那个 就说这件事情是谁做的这件事情 有时候会很难分这样 因为就是大家都会 像是打群架一样一起来 为这个project 然后贡献一些心力这样 就用 透过协作的方式这样子嘛 然后所以 那个credit就是那个撑过 其实也都是大家一起均分的这样子 就是 你要说那是我也参与的专案之一 这样也可以这样 然后或者是有时候可能就会 被误会说 都是你一个人自己 然后再 就是会有一种想像的 但是你一天晚上然后就把它弄 那个感觉这样子 但是我还蛮讶异的 你刚刚讲说像那个 政治现金其实你花蛮多的 蛮久的时间 对不对 就是你花 你刚刚讲说是花一两个月 其实也不是说一两个月很专心在做这事啊 其实就是有时候晚上 就白天是做自己工作的事情 然后可能到六点七点以后 晚上闲爱无事 然后就开始慢慢做研究 我记得之前也有听一些其他GINV的伙伴讲说就是 其实要把那个专案做到完成 其实并不是要就是一个人 然后就是非常花缩的时间投入进去 而是 就是你是在你有余裕的时间的时候 然后可以把这个专案做出来这样 然后透过协作方式早一点跟大家讲这样子 然后可以就是越多人一起来参与这样子 我印象还蛮深刻的有这样子的说法这样子 不过你刚讲到把专案完成 其实又回到刚讲的 专案最困难就是第一什么是完成 对啊那 你这样 因为其实我是第一次 我今天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 我不知道什么叫专案完成 对我来说 如果以政治现金的话 哪一个阶段算完成 我觉得 好那政治现金 我们可以再回头讲政治现金好了 对 就是政治现金其实 它的脉络从2014年嘛 那时候第一次去抓资料下来 然后后来reader 媒体后来又再 再去印了好几批出来 又弄了议题出来 然后接下来有一件事 算不算完成呢 就是后来政治现金修法了 然后以后 从2018年以后的所有政治现金 都要直接上网公开 而且那个上网的资料是 可以直接完成打包下载的 所以这样子 那时候感觉就是好像政治现金的 那个 就是这个专案已经完成了 因为 就是不再需要大家来一起切豆腐了 对不再需要去爬资料 不需要再去用列印的方法了 但是它的旧资料其实还是 它只公开2018年以后 2018年以前是不公开的 哦 对所以 诶这样算完成吗 不知道 那后来我 再还有一个衍生的一个专案 就是说 因为以前觉得说 都是去看人家的政治现金资料 对 但是到底 我们去参选的人 他在填报政治现金的时候 是怎么填报的 那我想要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我2011 我已经知道你要讲说 真的太夸张了 我每次想到这一点 我就觉得超夸张 对所以2019年还是2020年的时候 我就决定自己想要去试的当米参选人 对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跑去 开了一个政治现金专户 对所以现在坐在我对面的这个Ronnie大大 曾经有一次 米参选人 米参选人 立委 是立委吗 应该不是 对是立委 是立委对 对 好 然后 呃你说2018年那一次吗 还是 2020 2020年那一次 但我2019年去 对 2019年那时候 我应该是2019年5月左右的时候 所以差不多是两年前 因为前几天那个FB还跳出那个动态时报 哦 我印象超深刻的耶 就是超多人捐款给 因为那个时候好像就已经 就是你成为你参选人的时候 你那个专户就可以开了是不是 还是什么 对因为 呃就是 参选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说因为 通常你要有付出保证金 你才可以成为参选人 嗯 可是有时候有些人 光保证金他可能自己都拿不出来 他都要用募款的 嗯 所以其实在监察院 他有定义一个东西 叫你参选人 嗯 这个就是我想要去参选 但我不一定真的会登记参选 因为可能有某些原因 我譬如我募不到保证金 嗯 我就没办法参选了 所以 我那时候就是成立 你参选人的这个证信金专户 嗯 但是我成立这个 我当做的目的 并不是真的要参选 嗯 我当做目的 纯粹就是我想要知道说 到底我们一个你参选人 他会送给监察院什么资料 嗯 他在填报收入支出的时候 他是什么填的 嗯 那我想要知道说 这样我给了政府什么 那政府 我就可以知道 政府是不是还没open什么 哦 我当做纯粹只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已 嗯 然后当做又为了好玩 就是因为拿到一个存折 那存折上面文字超多的 什么109年什么 第几届立法委员 你参选人往向容 哦 所以你登记成为你参选人之后 政府会给你一个 哦 政府不会给我 是我要自己去银行 我拿公文 嗯 拿监察院给我的公文 然后去银行说我要办一个政治检行专户 哦 然后他银行就 那个名字就是银行就会帮你 对 他会压在上面 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拍了那个存折封面 然后就丢在脸书上面 然后就很多人 就有些人就误以为我要参选了 然后所以 就那时候还有江明忠还帮我去宣传说 说大家一定要支持这位参选人 对 然后 我那时候我就一下脑冲 我就想说 好 那 因为那时候立法委的保证金要20万元 然后我想说 比我想象中的还蛮便宜的 算 20 虽然算是想象中便宜啊 但是其实已经在世界民主国家中算比较贵的 哦 OK 所以你其实20万 然后 还有登记什么吗 还要 就是20万就好了 OK 你只20万就好了 然后那个时候 我那时候就一下脑冲 我就想说 好 既然大家那么嗨 那我就说 如果我募到10万元 我没有说募到20万 我募到10万元 我就选到底 我帮你讲了后面的结局 我记得好像有人就捐了10万 对不对 是谁啊 太猛了吧 对 所以那个时候就说 你10万就要出来选嘛 对 我换目到30万 对 我一下很深刻 因为好像 我不知道耶 所以在那个时候的话 账目其实就会被公开了 有 所以其实现在大家要去查 政治现金专户 就是去搜寻那个政治现金 查阅 应该就可以查得到 哦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就不多说是谁了 大家可以直接去查 吵好笑 当然就直接10万块砸下去 对 所以我当时还有一段时间 还蛮认真的想说 是不是真的就是要好好认真选一下 嗯 我那时候还想了一个选举口号 因为我名字叫王向荣嘛 对 所以我那时候选举口号就叫做 台湾猩猩板桥向荣 你可不可以对敬的皮革 明天会更好的感觉 对 台湾会猩猩 台湾猩猩 然后 板桥有向荣 板桥有向荣 对对对对 好赞哦 对 不过后来就是觉得说还是不要把大家的钱丢到水里去 嗯 所以最后 就在那个过程中还是有蛮多蛮有趣的事情啊 嗯我还蛮好奇欸 那有没有人打电话给你啊 因为好比说通常人家都会讲说自己有参选意愿 然后所以就会 其实有欸就是也有就是地方装脚有找我闲聊 哦 就想要了解一下说 哎 这个人参选是为了什么目的 嗯 所以那时候还有给我们蛮多 而且那时候我还有跟他介绍G0V 嗯 是什么 哦 然后所以有 他有给我 他也有给我蛮多的建议 建议 一些想法什么的 哦 对 然后另外有三个政党都找过我 因为我后来才发现到说 就是我们的政党法有规定说 你一个政党如果超过四年还五年 嗯 没有参与任何的选举活动的话 那政党就要被强制解散 哦 所以就是有政党是因为他已经四年都没有派人了 所以他这次才不派人他就要解散 然后他是希望说就是我能够帮忙续命这样子的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政党 你政党要推不分区立委的话 你必须要推全国要推十个区域立委 你才有资格推不分区立委 但是十个区域立委就代表两百万的保证金 哦对刚刚讲一个二十万 一个二十万 所以你要去推不分区立委你至少就要两百万 那所以今天有这种无党籍的人 出来要送头 要出来就是 送头 很多的小党是蛮想要吸收这样的人来帮忙 至少就是来凑到全国十个人 就发现其实这样的过程中就看到蛮多 蛮有趣的一些选举的现象 你刚刚那样讲我真的觉得有点蛮意外 就是说怎么样专案才算是一个结束吗 刚刚的命题是这样子吗 对啊 所以因为我本来会想说如果是以政治现金来讲的话 它的结束应该就是它 我第一个时间想到的结束应该就是2018年那一次 就第二次然后它变成一个资料新闻的报导这样子 然后有一个资料的视觉化呈现这样 那个案子就结束这样 可是其实也不是 也不是 而且我觉得它还有很多的路可以走 例如说 对 像现在政治现金它就是只有很很简单的 比如说谁捐给谁 我付钱给谁 可是有很多很重要的细节 例如说我今天付钱给某个行销公司 但这个行销公司 它日后它是去买个什么广告 它是买个看板广告 还是它拿去博恩夜夜秀 还是干嘛的 它这钱到底是怎么被花掉 它在FB上砸多少钱当广告 其实这种连结性 我们从政治现金的专户里面是看不出来的 因为它写的就是很粗略的 我付钱给谁 那所以我们怎么样加强这种连结性 例如说我们能够在路边看到每块广告看板 它是多少钱是付给谁的 以及我们在电视上在YouTube上面 看到这一个政治人物上去这个节目 它是不是用政治现金来付的 我觉得 我觉得很多专业其实没有结束的一天 而是你要怎么样继续的去 让这一个目标更深化更清楚 我也觉得好像 你刚刚讲的是你想到的那个方向 然后我刚刚想到的方向就是 因为你其实去爬的是中央那边的嘛 然后其实所有地方政府 像那个议员他们那些的开放 其实也就是要有赖各级县市政府 他们自己要去 也要做一样类似的系统 这样把它开放出来 然后我目前知道好像是 也很多县市并没有很完整的去开放这样子 所以那个专案就可以就是在下一个的延续 可能就是从中央 然后变成是地方政府的一个案子 这样之类的 然后就有超多事情可以做这样子 就是他 所以我觉得在GNV的专案 好像都不愿意有完成的一天啊 对 有可能会被暂时被弃开的一天 就是可能原来做的人 会觉得说我没有办法继续做下去了 我可能或者是我有其他 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但是因为GNV的精神就是开源 就是你所有的专案的讨论记录 就是开发记录 城市都是开源的 所以其实其他人假如想要再接这个坑的话 其实大家都是很好继续接下去的 对 就是讲到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如果讲专案 所以感觉如果说就是专案到底有没有完成 他比较像是一个新电图那个样子 就是他现在有很多新的 新制图还是新电图 新电图 就是有现在有很多活动这样跳来跳去 就是现在是最热的话题 然后可能现在比较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 可以再下去的一个方向 所以就可能会先暂停一下这样 可是大家都还可以再从之前所累积的成果 然后再继续再继续下来这样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用 我觉得你用新电图描述 我觉得好像用股市图会比较好 哈哈哈 新电图成绩太久 那个数已经好挂了 可是股市图成绩一回来 收定哪天就是新的高点 好像可以喔 股市好像比较 比较 比较契合一点 对啊 可是如果像 因为之前其实GINV 揪松团他们有统计一个数据 就是说其实有很多个专案都是 大概都是像一个 也很在底部的一个状态这样 就是 并没有很 就是有很 他们可能会讲成功或失败率 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讲 就是说 就是在GINV有提过已经 已经好几件 然后好几个 还有几个提案 大大小小的这样子 然后但是其实大多数的专案 其实基本上都是会 就没有什么下文 比较沉寂 对就比较沉寂 没什么下文这样子 然后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 刚参加的时候 就会觉得说 我刚刚自己写一个 自己弄一个专案感觉好像 就会陷入那个很虚无主义的那种感觉 就是说我不知道 做专案的时候其实我比较不会去设定说 这专案能不能 呃 明确的看到说被怎么使用 或者是被 就是说他要先成功才能做之类的感觉 我不会去想说我一定要往一个很成功的方向走 而是说反正我先做这件事 做出来让我放着 看他会不会有机会被大家使用 所以像我有个专案是做台湾公司资料 然后后来我衍生了一个台湾公司关系图 台湾公司资料就是我当初把经济部商业司的公司资料 全部爬下来 然后让大家更好查阅 然后以及公司关系图就是我看公司跟公司资料有没有什么关系 那我那个专案其实很早 我是2012还是13 也是2013年做的吧 然后那时候我就一直持续有在更新它 但是我也不知道就是我更新它后有没有人在用 结果我好像过五六年的时候 就有一个朋友是当检察官的 他就跟我讲说 你那个公司关系图我用了好几年 我一直在用 因为我们在那个地检署那边常常要查 他们有没有利害关系人 这公司跟公司有没有利害关系人的时候 你这边查是最好用的 那我才发现到说 其实我不用去设定一个服务或一个功能 它怎么样可以到什么理想的境界 或者能够促成什么 我觉得我不想去想这个 我只要想着说我把这东西做出来 它是一个基础建设 它是一个好用的一个查阅工具 我就放在那边放得不理它就好了 我只要想办法去维持让它能够存活就好了 我觉得它总有一天会开化成 开化结果 然后被 也不一定要开化结果 我觉得只要能帮助到 小部分人觉得 这东西有帮助到 我觉得我就满足了 所以 你Coding的经验已经多久了 现在是 对啊 因为大家都一直觉得你是要大神这样 大家都会这样称呼你 讲Coding经验我觉得有点伤感 因为 应该有30年了吧 有那么久了吗 就是我从小学就开始 我是小学的时候 那时候我小学家里 因为我爸是当记者 然后我爸当记者的时候 他那时候从办公室有拿一台笔电 然后那台笔电是拿 就让他可以写稿用的 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偷完他笔电 然后就开始去 觉得电脑蛮好玩的东西 然后那个时代是DOS游戏刚起来的时候 什么星线旗下传啊大富翁啊 那个学院界 对啊那时候玩一玩电脑游戏 我就觉得我好喜欢电脑这东西喔 然后我就 我好喜欢电脑游戏的东西 然后我就立下一个小心愿 就是说我希望我长大可以成为 写电脑游戏的人 然后那时候就 就是跑去图书馆 就是想说我想要学一下城市设计 所以我自己跑去图书馆去找 城市设计相关的书 然后那时候看了什么C语言的书 就完全看不懂在写什么 然后看到什么Basic的书啊 然后觉得看得懂耶 那种好像勉强看得懂 就回家去练习 然后就就开始写城市的入伴 然后所以到国中的时候 开始写一些Windows的城市 那时候还跑去买了什么 Video Basics 6.0 写了一些Windows的城市 嗯 然后高中时去玩资讯社团 开始写PHP啊有的没的 然后对啊 所以其实写蛮久的 那你都怎么进修啊 就是像现在的话 你还会要再去进修自己的Coding的那些能力 还是什么之类的吗 我觉得就是不断的找题目给自己练习吧 嗯 就是我其实从国小 国中高中 就是我是很喜欢乱想东西来做的 嗯 例如说小学的时候 要是学英文要背单字的时候 那我那时候就很想说 那我可不可以写一个背单字程式 就帮我随机写一个单字 给我中文然后我输入英文这么正确的 这种比较简单的东西 然后到高中 学到一些 因为高中开始网路越来越 从56k进到那个开始有什么Cable什么的 网路越来越快了 那时候会想说能不能做一些网路的东西 所以就 有会练习一些做什么 比如说线上麻将啊或什么的 虽然都没有完成啊 几乎都是在 就是不断的练习 然后学习一下新工具 但是通常都没有完成什么东西 嗯 反正就是会看到一些 觉得有需求 有一些需求 然后觉得程式好像可以解决的 嗯 就会拿来试试看 但是 能做出来的东西都不多啊 嗯 就是有时候试到一半就觉得 还是东西玩腻 我再去玩其他东西看看 所以也不一定要说 一定要完成什么样 到什么样的阶段 只要你能够从这个阶段中 我觉得能学习到东西怎么做 我觉得你就有收获了 嗯 非常好 好啊 那我们 其实我们严重超时 哈哈 花了超多时间 一路聊这样子 然后所以我们在上面的话 我们在平台上面有分享那个连结 slido的连结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有 呃 大家有什么想要提问的问题 这样 我刚刚其实有点忘记跟大家讲 就是说你可以在slido上面提问这样子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说 这个是跟直播找不到这样 好 然后 诶 为什么他找 他找不到直播 然后但是他找得到slido这样子 是不是你那个 有可能 最初的活动上的贴 有可能 好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是连结 找到了 OK 好 等我一下哦 因为我好像没有把画面切过来 来 OK 这边应该大家看得到 所以有一个问题是想问你说 爸妈都愿意在高中让你花时间写程式吗 哦 这一题哦 我觉得这个问题还蛮有趣的 因为其实 就是说我们高中念的科目 其实没有一科是念 是叫程式设计吧 是这样没错吧 没有 对那时候没有 所以如果你要考大学的话 你也不可能就是 我那种生活科技还是有 但是生活科技跟整个是无关的 没有咨询课 对啊 现在应该有啊 对啊 所以其实如果你是以升学主义来讲的话 你就会被迫说 就是可能这个时间不能花太多在上面 你要多念一点 国文 英文 然后数学什么之类的 这样子 所以你爸妈会愿意让你在高中的时候 花时间写程式吗 其实我爸妈算是有点 我爸爸算是有点反感我做这些事情 为什么 就是那个时候我爸曾经有教训过我 说你花那么多时间写程式弄电脑 未来人人都会用电脑 你会用电脑有什么了不起 就是我爸是蛮升学主义的 他会觉得说 与其我花时间在这边资讯社团啊 写程式 就是不如就是好好去把基本科业连考要考的科业弄好 然后但是我当时的选择是 我不甩我爸 就是说我那时候是很专注在这写程式上面 然后我是觉得我蛮庆幸我当初没有 没有就是顺从我爸的欲望说 要我当一个乖乖念书其他科业都不理他 乖乖念书其他的兴趣 就是放一边的人 我觉得我蛮庆幸我选择是我的兴趣 而不是选择乖乖念书 我也觉得这有点困难 因为就是 如果以升学主义来讲的话 目前那几个科目就那几个嘛 就是国音术自然社会这样子 然后但是那其实实际上跟 你在真实情况想要做的事情还有一段距离这样子 然后有时候可能就因为升学主义 你就决定先不要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 对啊就是多参加社团好像是一个不错的建议吧 多参加社团 然后在你的社团中想办法多学习一些 就是或多交流 因为我觉得其实人际的交流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 这些都不是课业中会有的 真的 我也自己觉得 对啊 如果回想起我的求学阶段的话 我会觉得说可能要再多花一点时间在 探索自己有兴趣的事情上面 然后如果是知道有兴趣的事情的话 可以多 多去深 多去研究 多去参加各个的活动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人际也很重要 我也如果就是回到自己 高中的时候会跟自己讲这样子的建议 好像是第一题 第一个是说在GNV乱搞不会怀疑是反社会分子吗 会啊 你有什么被误会吗 反社会分子 可以可以讲一下假消息或什么之类 就是很多人以为GNV是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子 有很多很多阴谋分子会觉得说什么GNV是美国赞助的 因为什么有GNV奖助金曾经有拿过那个台湾大哥大的奖助金 然后台湾大哥大后面是富邦富邦后面是美国 所以GNV是被美国给掌控的 他他不敢讲说那个之前是富邦里面是有国民党的人在的 那难道国民党有被美国掌控了吗 就是会有很多很荒谬的一些言论 就是他会有一点奇怪的超连结 他会有一些奇怪的超连结 对啊 所以 对啊 在这边就是GNV都在乱搞 不会被怀疑是反社会分子吗 其实早期我爸妈确实也会认为 我好像在做一些反社会或者是做什么的 说地下组织 对地下组织啊 或者是在做一些社运 他觉得我好像在做社运的感觉 对 但是其实后面因为 我觉得现在GNV跟政府之间的一些合作越来越多了 所以有越来越多的机会是 不是去对抗政府 而是去跟政府合作 那也有一些机会 譬如说我的名字可能会出现在一些 开放资料资讯委员 或者是唐鳳成为政委之后 其实有些机会跟唐鳳同台 或者是 也会提到什么之类的 其实也慢慢就会让我父母会觉得说 而且GNV不是 不是那种邪恶的地下反动组织 而是一个真的是在跟政府合作的一个组织 我觉得要看就是我们到底在 就是说到底要不要确认我们是不是反社会分子 最直接的做法就是直接去确认一下说 我们到底做 去了解一下我们做过哪些事情 大家只要参与黑客中就会知道 到底GNV这社群是怎么运作的 我觉得他就是如果要讲GNV的行为模式的话 就他比较像是就是跟政府在做平行的事情这样子 就是说我们的确对政府有一些措施做的方式不是很喜欢 然后我们也不会因为就这样 然后就去攻击他们什么之类 我们就是直接复制一份他们的专案 然后我们自己做自己的这样 然后看看我们的成果可能比较比政府现行的解决方案好 然后我们就会有机会可以再跟政府去谈一些合作的事情这样子 所以就反社会的那个感觉就是完全都没有 其实当初会促成GNV是因为有个广告叫经济动能推增方案 然后那广告真的很烂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回去看一下 但是我很喜欢的广告里面有一句话 叫做说破嘴不如跑断腿 就是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会习惯说 就是我用骂的我用讲的 然后不一定会讲出解决方案 我反正先骂再说 那可能一只骂一只骂 其实感觉对解决事情不一定有帮助 可是我觉得在GNV这个社群的氛围 大家是说我不要骂 我就是卷起袖子 我想办法动手来解决这些问题 那我觉得这样的氛围 当然就不会是反正不足之 而是大家会努力的产出东西来 努力的让真的去推动让事情变得更好 好那就这一题 答的不错我觉得 好然后他现在最上面有一个说 有什么技巧可以让自己维持高度自学动机跟动力 这个好像还蛮适合给现在在就学的学生建议的这样 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方向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 我觉得就是GNV社群的release early release often 就是说你常常在做一些雏形做一些展示 然后你就多丢出来跟大家交流 去取得大家的一些想法 一些意见 然后在这个交流的过程中 我觉得就是一种 你做出来的东西 大家觉得不错 或者大家觉得要改进 如果大家觉得不错 就可以得到一些成就感 如果大家觉得要改进 那也表示说你知道这些东西 你要怎么去修正 你要怎么让它变得更好 对啊 其实最怕的不是 就是有人会去 怎么样 就是去说你的专案哪里不好这样 比较不怕是这个 反正是比较怕没有人 没有人知道你的专案存在 没有人知道 你没有跟任何人讲说你有做这些东西 其实最怕是这种 然后就开始陷入一个自我怀 就是我到底当初做这个专案要干嘛 这样子 所以就是要 其实有点类似说 透过跟多 跟更多的人互动 然后去了解一下你自己做的方向 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刚刚前面讲到很多小帮手 专案其实都 额 release 还蛮 就是 是 就是讲出这个专案的雏形 其实还蛮早的这样 有时候甚至连一个code都还没有写 就直接先讲一个idea 对 而且其实都是做一个阶段 有一些画面 有些东西就会丢出来 先从做简报开始 刚刚讲说一个简报开始这样 所以就是 如何维持高度自学的动机跟动力 就是要多 就是多 可以多到GMP社群啊 或是多长社群 然后 把你的一些进度就是 平凡的丢出来给大家看 多跟人互动啦 你应该会找到很多idea 因为其实刚刚从 跟Ronnie聊的过程中 也听到很多很多 有趣的idea 然后也在那个探索的过程中 发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这样 比如说那个你参选的过程中才发现 有这么多小党 竟然就是因为要活下去 所以会找这些人来帮 找你来帮忙这样子 对GMP社群的未来想象是什么 会希望可以拓展到国外吗 其实对GMP社群的想象是希望就越 其实GMP社群不一定是只在对GOV 我觉得GMP社群也可以对学校 例如说我想要让学生们 你可能从学生在学校 等一下你就转得太硬了 因为第二题说 主持人记得要提下零食小学 有好啊 我等一下就会有 我有专门的投影片 帮你用 我被下一个问题申请了 就看到下一个问题 所以我想到这边可以连接到 想要一次解决两个问题 我觉得拓展到学校 这很不错的方向 因为其实像GMP社群的 开山第一个专案是 政府资料视觉化 就是把政府资料的预算 就是让大家知道 到底政府怎么花钱呢 但其实同一件事情 学生能不能对学校做 他可不可以说 到底学校花在 我们的教科处花了多少钱 花在教室的清洁 花在冷气 花在什么地方 花了多少钱 这事情能不能让学生 更清楚的看到 那学生如果能够在 求学经济时 他就能够更知道 学校是怎么花钱的 他能够对学校花钱提出意见 他是不是出社会时 或进公司时 他们都可以把这样的精神 带到职场 带到国家来 对 然后我觉得 以这一两年 我观察到学校的新闻 就是跟学校有关的新闻 通常很多都跟 他的学校决策 然后有没有好好跟学生 沟通有关 所以我觉得学校的一些 政策决策系统 可以用某一种方式 去做公开这样 然后像 V台湾其实之前也都 常常在做这类的事情 这样子 所以其实 对 就是在学校 就是不一定要 就是不一定是 大到是往国外扩展吗 然后还有一种扩展 就是往地区 或地方性的扩展 这样子 对 然后我觉得 拓展到国外 其实也是蛮期待 就是GinV可以持续拓展到国外 像其实在疫情之前 GinV就有面海松 是会跟日本 韩国 香港的开放社群一起协作 其实就蛮可惜 因为疫情的关系 就没办法再去实体监督 就在线上 没办法实体了 而且我记得好像还有意大利吧 就是如果是注册 注册那个 Domain的话 好像有美国的嘛 因为意大利他们有 就是有把政府资料视觉化 他们是 就是 好像是政府官方做的吧 嗯 就是用了当初的那个 GinV的资料视觉化来做 嗯 好 所以这两个我把它拉掉 有我等下会讲清晴小学校 好 诶 题目超多的诶 来赶快来一个一个清调 心里有没有一个理想的公投模式 因为最近公投议题 让人有点摸不着头绪 诶我可以稍微 干这个我们真的严重超死 不过就直接讲下去 看可以讲多久 就是 呃 我记得上次还是上上次的时候 你有拿那个 呃 藻礁 是这个是这个 这样念吗 藻礁 藻礁议题的那个公投嘛 就是邀请大家一起来 来去做公投这样子 来去连署公投这样子 所以 呃 刚好那个时候你有讲到 然后他 他的问题其实是说 心里有没有一个理想的公投模式 这样子 嗯 这个问题有点难拆解 有点难 可是 有点难想问说 他到底想问的是什么 那我觉得自己真的有点困难 或者是 对啊 我的观念自己一直在变啊 我以前觉得公投很重要 但现在我会觉得公投 因为 是非题 我觉得不是一个好的问答方式 对 对对对 就是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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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跟民众 沟通的模式 然后沟通 这件事情 通常会分两大类啦 有一类就是讲说 沟通的形式是怎么样去沟通 然后再来就是说 我们到底沟通的内容是什么 这样子 然后 所以公投就是一种形式 这样子 然后目前呃 这几次的公投的形式下来 就发现这个形式 其实 呃 让大家变得更困扰这样子 因为就是跟他讲的一样 有点让人家摸不着头绪 像之前的公投就是会有那种 什么 反 就是你同不同意 或什么 双重逢 对双重逢逢 然后就不知道你到底在沟什么 这样子 对啊 那那个沟通就会 在形式上面会有一些困扰 我觉得我自己对现在公投模式的一个期许 可能会觉得 我就不是靠公投本身来定生死 嗯 而是 借由公投来促进对话 然后在公投前就想办法得到公私 那公投结果可能就不是重点了 所以我觉得以这一次早就要公投来讲 我觉得 还算是有往理想的方向走 嗯 就是 因为有这个公投的压力在 所以其实行政院有提了一个 新的一个模式 嗯 那这模式或许是有点各退一步的感觉 但是 可能有得到了较大的平衡 对 那我觉得我蛮乐见看到 有得到一个新的这样一个平衡出来 嗯 那这个平衡可能如果没有公投的话 可能是不会形成的 嗯 嗯 对啊 所以 目前的话就是这两个 这两个在 在 就是说一体一二浪这样 摸不着头绪 可能就是要先从 到底公投模式 有没有办法更好 这样 所以我觉得重点还是 资讯的透明 以及促成对话这件事情 嗯 对啊 然后再来就是实质内容 就是促进对话的部分 这样 所以 呃 有点切走切看 因为知道 我最近知道好像也有一些人在 试着要去修法去改公投的一些形式 这样子 好 这个问题就先到这边 你有想要补充的吗 这题真的超难 对 这题太难了 这次可能就可以讲一 大头目 我们再做下一集 这样 对 没有啦 好 人生有迷惘的时候吗 听起来学写 学写城市自白兵 其实有啊 一定有迷惘 人一定有迷惘的时候 嗯 那其实我觉得 因为 可能有些听众是高中生吧 那我 其实我蛮想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 我之前有到超迷惘的时候 因为 其实我刚刚也有提到 其实我爸对我的 呃就是 说人生走的路 他是有蛮多质疑的 他希望我走一条 他觉得安稳的一条保守的路 嗯 但可能跟我就个性不合 嗯 也因为这样从小教育 会造成我一些 可能有留下一些 心理上的一些影响啊 那所以 之前有到 就是我刚开始 我 我现在是跟我朋友 李沐约一起创业 嗯 做这套视觉化公司 嗯 那其实 刚开始创业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真的有遇到 精神压力非常非常大 大到那时候我 运气不错 我又抢到一张 去冲绳的机票 嗯 才一千块钱来回 超便宜 对 然后 但是我那时候去冲绳 不是在玩 我那时候在海边拿着笔记本 觉得我自己有多废 我自己 为什么很多事情都没办法成功 就是非常非常低潮的情况 所以那个时候的低潮 是因为 公司的营运不顺利 然后再来就是有很多 因为营运不顺 然后再来是很多要做的事情 觉得做 做不成功 或者做得很失败之类的 嗯 那其实当初怎么觉得问题呢 我觉得 我那时候 做 就是去看心理医生 看心理智商 我真的觉得 我们可能比较 我不知道现在年轻人的观念会不会 就是会觉得看心理智商是 是很正常的OK的事 但可能我们的成长背景 会觉得看心理智商是 会难以启齿的事情 但我觉得其实 应该把看心理智商这件事 当成一种 看 我觉得 有时候心理有低潮的时候 就像我们身体有感冒一样 你感冒去看医生 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有时候你看医生 你可以把感冒解决 或许你的 就可以走出低潮来 如果你是一个稍微轻微的低潮的话 那假如真的是严重的低潮的话 那其实心理智商也可以帮助你 去引导你想办法去解决这个低潮 你可能会需要比较久的时间 或者是 转一个念头去看待同一件事情 对 但是心理智商他们是有专业训练的 所以他们会知道 怎么来帮助你 怎么走 所以我觉得认为 如果真的认为自己遇到很迷惘很低潮的时候 看是什么样的迷惘 因为有时候迷惘不一定是心理上的迷惘 有时候可能是 就是寻求专业的协助吧 或者是去冲绳 对 就是去 就是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找一件事情做做看 这样不一定要写程式 就是如果看到这题目的话 我会觉得 不一定是写程式自白兵 或者是你要去爬个小百月什么之类的 也都可以 就是会去 多多尝试新的可能性 这样子 好 有什么crazy idea 可以让更多人实际参与GTV crazy idea 呃 我可以回答这一题吗 试试看 好再交给你 就是GTV其实已经有很多crazy idea了 这样子 就是刚刚前面有讲到说 就是有一大 就是每一次 每两个月都会有一次大的黑客手吗 然后就有很多人来 很多人来提案这样子 所以一大堆的案子可以 有一大堆的案子在那边这样子 然后你也可以就是先不用 自己先想一个crazy idea 而是直接去找我们之前过去的 呃提案清单 然后看一下曾经有多少人提过一些crazy idea 或是去追踪一下现在 比较 呃 heeto的那个 我突然不知道怎么讲这个词 就是只能就会讲heeto 就是比较夯的那种案子 然后来看一下他们之间到底是怎么做 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要实际来参与的话 呃 你不一定要来提案 对 你也可以就直接来看大家都在干什么 然后去来参加这样子 然后你不一定要会写会写程式这样子 你可以直接 你也可以一个文字工作室 就是帮大家来整理资料的方式来整 来跟大家一起协作这样子 嗯 你觉得这个这样打怎么样 哈哈哈 还可以好 不好意思如果打不好了吗 好 来 然后下一题是写程式或者电脑很强 除了在社群可以做很多事情之外 在生活上有很多帮助吗 我 有一个功利主义的说法是写程式跟电脑很强 那收入就会比较稳定 收入稳定 生活就会玩出来 哈哈哈 哦 OK 我 我觉得写程式会比较是 因为 我也不知道耶 就是以我自己的角度来讲 然后觉得常常会有时候会有很多crazy idea在脑中想 就是 你可能在生活这样做了一件事情 然后因为你会写程式 所以你就会想说那我可不可以用写程式这个机能来 去 可是 与其讲写程式我不如 我想把范围破它一点 就是专案管理 就是说 你今天 因为我觉得在GineV这边不是只是写程式而已 而是怎么样好好做好一个专案 那 如果你专案管理这件事情 你可以在社群中学习到之后 它对你的生活也非常有帮助的 嗯 比如说 你今天要出游玩的时候 那你是不是能够更好的安排 让这个出游是一个很保险很稳 该有的资料都可以被事件被查好 或者是你有一些人生重大决定 或重大的一些 要走的时候 路要走的时候 嗯 你是不是可以用专案管理的方式来处理这些事情 对 所以 对啊 很多人就用什么专案管理的方式 然后来管理自己的冰箱啊 什么之类 就很多 呃 在工作上面用得到的技能 可以在生活上面一起来使用这样子 所以 看你的专业是什么 不一定是写程式这个专业 看你的专业是什么 你也可以就是试着去思考看看说 那我这个专业可不可以在我的生活中 哪有哪一些特别的用法这样子 对啊 像我还会用 吹柔这个专案管工具 跟我管理我跟我女朋友要去哪里吃饭 哪里玩的 等一下做决策决定吗 不是做决策 呃也也会做决策啊 就是说 譬如我跟我女朋友在聊天的时候 聊到哪一家餐厅 或哪一个景点的时候 就会有个清单这样子 对我们就会把它在吹柔里面开一张卡 然后大家就会 我跟我女朋友就会去搜说 诶这景点啊 或这餐厅有什么事项什么的 所以一起来协作一下 哪一天有空的时候 又刚好在餐厅附近 我们就把它拉出来 我们该吃这家吧 对啊 那我觉得在GNV社群有个很不错的地方是 可以学到很多的专业关系工具 因为GNV很重视协作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有很多协作工具可以让大家使用 对啊 今天虽然没有可能很多次生可以讲这些工具 所以有HackMD 然后有吹柔 然后有Google Workspace也是算是一个吧 Spreadsheet这样之类的 就是像Doodle这种 大家要瞧时间来开会啊 或者要看啥个 对对对 在日常生活都可以很常被使用到的 对啊 而且现在工作场域也基本上会 协作会比较方便 协作会让大家都比较轻松这样子 所以可能也会渐渐往这个方向走 应该是现在进行事了 说实在的 对好 那就这一题 之前在 这个怎么念啊 Everlate吗 Everlate Summit 有一个区块链公司 哦他在讲说之前有一个活动啦 然后说有个区块链的公司 CEO直接跟 CL高 CL高是那个GINV的那个 创始人之一 呃 等一下我把他给 我竟然把他给他看掉了 但我再充安晓 好 干 我这还可以看到 OK还可以看到 他说GINV应该走上全世界 但是你却让他卡在台湾 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 我有什么看法吗 对 那我可以直接许愿 下一档 下一集节目可以直接找Ciel高来 然后来问Ciel高的看法吗 等一下那是谁要采访 应该不是我采访吧 我采访Ciel高我会有点紧张啊 好可怕喔 对 好吧那我就许愿啊 下次 下一 之后的N集节目中可以找Ciel高来 对 我觉得这个 对 这刚刚跟前面有一个问题一样 就讲说什么GINV要不要怎么样 走上全世界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有趣的问题 就是说要怎么样跟 跨文化的人协作 就是因为我们在台湾里面的话 协作的方式就是以在我们既有的 台湾的文化脉络下面去做协作 这样子 所以我们可能就知道有一些方式 可是要跟 其他国家的人不只是让语言上面的和协作之外 还有一种其实是文化上面的协作 这样就是要怎么样去 有一个在虚拟世界有一个共同的语言 或是共同的沟通方式 然后可以去协作这样子 对 我觉得这题不一定是只有Ciel高可以 其实像GINVINTEL我们的那个 知浩啊 依莎贝尔啊 现在可以抓一串能出来这样子 对啊 其实我们下一集拍课者就可以找去学员来分享这个问题 对 对没错 所以 他 因为我 我刚好去参加那个活动 然后那个 那个 那个 区块链的CEO 非常喜欢 GINV这个idea这样子 然后他就一直讲说 为什么这个idea没有在其他国家有 特别蓬勃发展这样子 但我觉得 有时候是一个机会 这样子 就是有时候什么 就是GINV有一个 有一个协作的模式这样子 然后这个模式可能会在那个国家 刚好某一件事件的发生的时候 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实用的场景这样子 然后也许透过那个实用场景 大家就会知道说这个方式对他们国家来说有用 然后就可以再继续下去了这样子 就需要有一些机缘 对啊 对啊 所以下面有人就追问说那去块链的公司的CEO 要出钱帮忙 出钱哦 要不要出钱 GINV会需要很多 炒创的时候钱 我觉得人还蛮重要的啦 对 其实钱也还是会需要 钱也蛮是需要的这样子 对 可以再问看看他这样子 我们在那个 Twitter上面再去问他看看看看 你个人最近想找了专案伙伴 最希望他有哪种特质 那还蛮特别的问题 想要找专案伙伴的话 我觉得其实 就是自动自发跟有想法吧 嗯 就是说 其实因为我觉得来GINV 蛮重要的一个是 大家会认领工作做 嗯 会想说 其实像我自己在GINV揪松团 有担任志工 就是一起来就是 揪大家来参加黑客搜啊 我觉得揪松团的伙伴们很棒的地方 就是大家都会自动自发找事情 嗯 自动自发来认领事情来做 所以大家就能够一起来推动 让事情继续前进 那当然也会有 呃 我觉得可能有个特质是也是 能够使用新工具 能够一起用工具协作 因为我觉得这年头要做协作 最重要就是 不是纯粹靠纸笔 或靠电话声音沟通 我觉得用既有工具来加速 或者是 确保事情被完整做完 那所以 能够熟悉怎么使用工具 我觉得也是一个蛮重要的特质 不一定熟悉啊 愿意尝试 因为不一定要熟悉 但是 碰到工具以后就愿意尝试 愿意学习 也是个蛮重要的特质 真的 好 最后一提 你爸妈支持你在GEV的活动吗 呃 反正都会上新闻的就支持了 你之前有上过哪些新闻啊 之前那个 球智小帮手上新闻 因为我那时候球智小帮手做完之后 然后那时候 有一个那个 那时候是苹果日报记者先采访我 嗯 然后采访我后 他说过一个礼拜 他说这礼拜六会 就是苹果日报刊登出来 嗯 然后这刊登出来的前一天 他就跟我讲说 今天早上六点 今天早上那个苹果日报会登出你那个新闻 嗯 那 接下来可能会有很多媒体会想要联络你哦 嗯 我说哦 没关系可以可以 就隔天 隔天早上新闻一出来后 然后我就接到 哇 这非凡新闻还是谁说 诶 请问我可以访问你那个球智小帮手吗 我说可以啊可以啊 然后诶 就只接到这通电话 我想说你应该就只有一家媒体来吧 嗯 就那时候一次来十几家媒体 在哪里见面啊 你说在 后来在我家楼下 等下就有很多人卖 就像就像采访这样 对就一排的摄影机在那对着我 哈哈哈哈 真的假 而且我前一晚喝了不少酒 我都那天就 有点宿醉就是精神 酒都醒来了 哈哈哈哈 哎好夸张哦 对 如果大家想要找相关新闻的话 可以Google搜寻 佛心工程师 哦 所以那个时候被冠上的称号是佛心工程师 还蛮佛的啊 嗯 对 OK好 我们超严重超时很多 然后我们接下来有个part就是会 呃 我们在那个 这次的共笔上面有邀请大家来分享那个 呃 你的 分享你的专案 或是分享一些你想要分享的事情这样子 然后所以 我来看一下 所以 今天 第一个想要分享的主题是 呃 我先来确定一下大家在不在好 然后我先把 麦克风打开来 找一下 哈啰 你们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那个 一个是国君 然后一个是豆腐 等一下哦 可能要稍微等一下下 国君跟豆腐你们在吗 我觉得 诶因为其实 有声音啊 真的吗 有那个 声音有闪了一下 好像豆腐有在哦 豆腐你在吗 哦 有稍微听到你一点断断续续的声音 还是国君 国君你的麦克风也开了 你可以讲几话吗 诶哈啰 直接是 好啊 因为我们那个顺序其实是国君先讲 然后你想要分享的主题是高雄大学长成什么样子 然后我先讲一下 因为Ronnie 我们这边只有一支麦克风会传过去 所以 目前是我的麦克风声音过去这样 OK 好啊 国君你OK了吗 你OK就可以分享了 我应该OK啊 现在可以讲 好 请说 那Ronnie你要帮我把那个 没有 大声音 好 OK 好啊 时间就交给你 就 好 就 随便来分享一下 因为我想说 想说就是 有 我说 可以开放分享这样 所以我就 来讲一下 就是高一吧 就是 因为我想说 隐私小学校嘛 然后 可能会 有人 就是是高中生或什么 然后 可能 因为我那时候 就是在 高中的时候就不知道 各个学校会 长什么样子 然后我就来稍微 讲一点点 高一长什么样子 就这样 然后是高雄医学大学 然后 完全跟这次的 这次活动 一点关系都没有 没有关系啊 就是自由分享 这样 就 嗯 就是 高一在 在那个 高一在高雄火车站附近 然后 就是附近 还蛮 就 不要紧张 超紧张 那不然我们用问答方式好不好 好我来问你一下 对对对对 就是说你想要讲 你想要介绍的是高雄医学大学 然后 你现在是念什么科系啊 呃 我 之前是读 只能治疗学系 只能 然后 所以你现在已经毕业了吗 还是 没有 我是休学 然后 现在是休学的状态 呵呵呵 对 对对对 然后 所以 学校的特色是什么 我才想 学校的特色就是 嗯 就是 学校 人家都说是高雄体育大学 因为大家都会 在 学校里面就是大家都会 几乎都会参加 系上的系队 像是旅球啊 然后 卓球 排球 之类 然后就很多人在 晚上就是 大家都会在那副 就是在学校里面就是 就看到一大多人在 打排球 这样子 嗯 所以 呃 学校的运动 很有名就对 就是很多人都在从事运动活动 这样子 是这样子吗 我当好很有名 但是 同学 就是同学都会 就是会参加 系语啊 系桌啊 系牌之类的 哦 就 晚上 就是很热闹 这样 你刚刚讲说好像在 学校好像是在 火车站附近 所以它交通很方便吗 还是 学校就是 在 交通很算 蛮方便 对 然后 对 等下 所以刚刚在跟你问答过程中 你有没有想出来 你想要 本来想要介绍的是什么东西 我有 我有写 那个 我写稿 然后 我觉得 我现在觉得说 我不是在笑你 我现在在笑你 刚才在讲那个 刚才在讲那个 GV东西 然后现在看到这个 搞得觉得 好奇怪 我说 讲这个好奇怪 OK 好啊 不然我觉得 就稍 我觉得 或者说你想要分享什么事情 你刚刚听到的过程中之类的 这样子 对啊 我觉得 我觉得我先 我觉得我先 先 先讲这样就好 哈哈哈 OK没问题啊 好 这个 第一次 我跟你讲 其实我也超紧张的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 弄这个 直播这样子 OK好 那下一位的话 换豆腐 豆腐你在吗 OK 你的麥克风现在是关着的 嗨 嗨 贴到吗 贴到吗 嗚 声音有点小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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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因為我小聲音在哪 呵呵 聲音 有嗎 有嗎 你的聲音在那裡 聲音在那裡 多少 我這邊確定是你的聲音是有開 可是我沒有聽到你的聲音進去這樣子 好 呃 多少 我試試開 有聲音在非常非常小聲 上次有聲音嗎 有有有有 讚讚讚 OKOK 這樣有聲音 好 OK Nice 好 好 好 你想要分享的是 你在高中題目內做的side project 犯了錯誤這樣子 對 其實說實在就是怎麼說 雖然說我題目是那樣子 其實我今天原本想要上演的目的 想要跟大家就是說說話這樣子 好 請說 對啊 就是 好 OK 那我就先來自我介紹一下好了 那我是豆腐 然後我是新竹的一個高中生 然後我也是GNV的菜尿參與者 我大概1月的時候才嫁進來吧 有點小尷尬 然後就是 就是一進黑格鬆 然後就直接去上面提一個案子這樣子 嗯 不過不過我要在這邊先澄清一下 就是 嗯 我那時候提的案子好像叫做什麼 叫做帕索美嘛 然後它叫做自動理育製造器嘛 對不對 但是其實我要來澄清一點 就是那其實只是就是 我自己在校外 hold了另外一個side project的 一小部分功能而已 我當時是想說 因為我當時還不認識GNV這一個社群嘛 所以我就想說就是 提一點功能來這邊體驗看看 那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這樣子 嗯 就算是一個測試品吧 然後大概在這一次就是 5月22號的黑格鬆的時候 我會就是把我們 現在真正在做的東西 把它拿到 黑格鬆上面去提案這樣子 上一次沒有參加到的原因是 因為那個 因為剛好裝了鄧豪 所以就沒有去這樣子 對啊 嗯 嗯 對差不多就是這樣 好 好 然後 呃 我可以稍微幫你補充一下 因為這一次 我們下一次的黑格鬆是在 5月22號 嘛 然後 然後那一次這一次的那個 主題主視覺圖是豆腐幫我們畫的這樣子 對啊 非常好看我覺得 哦對 對我想要說一下就是 就是怎麼說就是 其實我不會寫程式 我完全不會寫程式 就是我 盛長的地方是在於說 就是設計方面 還有就是一些 就是專案管理的部分 就是我比較在行這樣子 嗯 就是我比較盛長就是從零開始 就是從零到一開始一個專案 就是這個才是我比較盛長的地方 嗯 那就變成就是說 就是我的那個side project啊 其實一開始並不是我自己主動發起的 而是就是 另外一個實驗高中的學生 然後他就 他就問我說 哎 自主學系要不要 就是來做一個專案這樣子 我就是跟他講說好啊 然後我們就開始做一個專案這樣子 然後順便來介紹一下我們的專案好了 那我們的專案呢叫做 一開始是叫做SUSA啦 但是 嗯 就是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IG上面搜尋 就是SUSA這樣子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搜一下 那 這個專案呢 其實 一開始創立的初衷是在於說 希望讓更多人去投入做專案這件事情 就是希望讓更多人去投入做專案這件事情 跟民視小學校有點像 嗯 那我們的方式是想說就是 就是一開始是我的想法啦 就是 嗯 找更多就是 台灣各地的高中生來加入我們的專案團隊 然後就是在讓他們參與 參與這個專案的過程當中 就是順便去學習怎麼去跑一個專案這樣子 算是一個 一邊 就是一邊努力也一邊成長的一個概念吧這樣子 然後就是SUSA最初創立的初衷 那我們後來呢就是在一月 就是在差不多今年一月還是二月的時候 就是突然改制 就是怎麼說我們後來就想說就是 因為SUSA它這個品牌是 就像我剛剛講的嘛 就是符合那個理念的 但是我們在做那個side project 就是又跟我們 我們一開始提到那個理念又有點不太一樣 嗯 對 就是我們那個時候做的是一個to do list 但是後來那個專案失敗了 大概是在年底的時候 就2020年底的時候 大概就失敗了 所以我們就又Race了一個專案 然後那個專案叫做Kidos 那Kidos是什麼呢 那我們一開始的出發點是想說就是 因為其實全台灣各地也有 非常多不一樣的學生的專案團隊 那尤其是在台北那邊最多 那我們 我們其實也有在 就是我們其實也有認識 就是那裡面的一些人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是在交流過程中 就是忽然發現一個很好玩的事情 就是大家好像在招人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小困難 嗯 就是怎麼說呢 嗯 有些人可能 就是有些團隊 他們可能就是沒有一個好的文案 或者是 或者是 就是單純只有一個好的 就是單純只有一個想法而已 然後就是他們在招人的時候 就不知道該說什麼 就是不知道該怎麼說服別人 就是說 那讓別 就是要怎麼讓別人加入我們的團隊這樣子 所以呢 我們就 所以我們團隊 嗯 等一下 好 講錯了 就是 嗯 然後他們也有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他們在招人的時候 就是有些團隊 他們可能就是不太擅長人資方面的東西 所以就是 可能會在招募人才的時候出一點小差錯 就是導致他們在這方面就是浪費了非常多的時間 啊高中三年大家也知道非常的寶貴嘛 就是真正能夠做出這樣的時間也就高一高而已 高三其實也不一定能做 除非你就是特別厲害這樣子 嗯 那我們的出發點就想說 就是讓他們就減少他們招募人才這段時間 所以說我們就是建立一個平台 然後就是想說可以搜集看看 就是 嗯 全台灣各地就是高中生他們的 就是他們的 因為類似小CV的概念這樣子 然後就把它放到一個平台上 然後就是想要做專案的那些團隊 就可以直接從上面找人 然後寄信給他們聯絡他們說 欸你想要加入我們的專案 就是我們看你的履歷感就有興趣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我們一開始KITOS的規劃 但是後來呢我們就發現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就是技術方面的不足 因為就是我們的團隊其實 說實在的真正會技術也就一兩個 然後就是要他們就是直接造出一個平台 平台然後又沒有錢的情況下的話 說實在是真的有點困難 所以我們後來就是直接改變我們的打法 就是 怎麼說呢 我們最後打算就是把KITOS這個東西變成 呃G01的另外一個專案的MVP 就是我們這次要去G01B的黑客送上面去提另外一個專案 那這個專案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也有發現就是說就是G01B裡面 因為我上次有參加過你們的黑客送嘛 所以我也大概知道就是你們大概什麼情況 就是我們發現就是說在黑客送裡面 就是你想要找到你想要找的人 其實說實在不是那麼容易 你可能要到處問 然後你可能要到處去問別人說 欸欸就是我需要一個可能是一個設計師 一個UI UX designer什麼的 那你有沒有認識可以去幫我找一下這樣子 那那就是在一天黑客送裡面也就只有大概9小時 還8小時的時間吧 你時間有限 你沒有時間去做這麼多的社交 所以呢我們就是就是按照我們前一個概念 就是就是按照KITOS這個概念 然後我們又去又去用另外一個模式 就是去設計另外一種服務模式 就是說就是把G01B裡面就是有參加黑客送的人 他們的基本資訊全部都整理成一張一張的影片 然後把它放到直接把它放到一個平台上面 然後就是直接去讓大家去做搜尋 其實就有點像一個東西 就是直接把就是slack 就是我們的slack裡面不是有一個self-intro頻道嗎 就是自我介紹的頻道嗎 把他們的資訊全部都集結在一個地方 然後讓別人上叉燒都特別方便這樣子 因為類似這種概念這樣子 然後我們現在MVP已經出來了 就是現在已經放在slack上面 就是大家可以去上面提前看這樣子 雖然說是用notion價格有點養存 但是但是如果可以的話 大家可以去去填一下 當然我當然就是我也會考慮到就是說 就是有些人可能會覺得就是說 嗯嗯那憑什麼就是我要去填你們的東西 那填了這個東西以後對我有什麼好處 所以說呢就是在黑客送當天我也會準備一個 嗯因為那是實體版的MVP嗎 那邊去翻倒就說欸哪些人會什麼東西 然後就直接在slack上面跟人聯絡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我們實體MVP的部分 就是一個小預告這樣子 對以上 好謝謝 講得非常完整 好啊那我們就先感謝豆腐囉 那先跟豆腐中生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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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 我突然發覺我的那個 時間上面沒有控制的很好 控制的超級爛 OK 好而且我發現我其實應該要把那個 那個什麼 呃 工商的時間應該要拉到前面去 可是其實沒有拉到前面去這樣子 下一次會注意這樣 好所以我們今天要工商的 其實就是我們剛剛在前前後後 都有稍微提到一個叫做 臨時小學校這個專案這樣子 那臨時小學校這個專案呢 是從2019年從GTV的揪鬆團開始發起的 然後他其實就是希望說 我們在把我們GTV的一些精神 好比說 資訊科技 然後如何分析問題跟協作分工 這種方式的概念 然後讓有想要學的人 可以透過自學或是共學的方式 來跟我們一起穿案 一起 一起做一個專案 或是來參與專案這樣子 然後所以那個專案的英文名稱 叫臨時小學校 英文名稱就是Score 然後是改成SCH 然後001這樣 就像我們現在在畫學 那個畫面上面寫的這個一樣這樣 然後0跟1的話就代表的是 數位原生時代的一些人這樣子 所以學校然後期待說 可以代表教育跟數位社群的 連結跟協作這樣 一起從零思考教育這樣子 所以在今年呢 2021年呢 已經預計會 就是要在全國的高中或是大學 舉辦總共六場的GTV開園 能力 圓力真能營這樣子 對 然後最近一次的話會是在祖北高中 是5月6號的時候 然後這個 6月5號 6月5號 剛剛講反了是不是 就6月5號 所以 就是報名的話 已經在這禮拜已經開始了這樣 然後預計接下來下個禮拜的話 還會開放6月19號在台中旅中的 圓力真能營這樣子 對 然後其實在更後面的話 還有一些很多詳細的活動 像我們今年的話 其實應該會有 有一個demo day這樣子 是在11月的時候 然後在這個之前的時候 6月應該會 會跟大家來 收件真稿這樣 所以如果你可能是什麼 高中自學之類的專案 如果你想要用 透過做一個project 然後來做你的自學專案的project 的話也可以來試試看這樣 就是或是來這邊學習 怎麼樣叫做協作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對未來的工作 可能會有蠻大的幫助 因為現在工作趨勢 基本上都一定要透過協作 才不會都那麼一直 彼此浪費大家的時間這樣子 對 好 然後還有什麼要跟大家講的呢 我來看一下 OK 所以剛剛有講了很多 就是一些活動資訊 然後跟介紹一下 什麼叫臨時小學校 那希望 如果你對這件事情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網路上搜尋 臨時小學校這樣 然後去update一下 最近的一些狀況這樣子 對 好 所以時間過得很快 我們已經到了 快要到尾聲了這樣子 然後我們今天很謝謝Ronnie 來 就是來當第一次的 第一次 我覺得有點失敗 然後我很緊張 其實我看起來 講得很棒 其實我超緊張 聽完他主持人很棒 OK 所以 對 然後關於Ronnie的話 還蠻特別 他是在社群裡面一個非常 特別 就是長期參與嘛 所以大家都會對他有很多的討論 甚至幫他做了一首歌這樣子 沒錯 你聽得沒錯 就是他做了一首歌 然後因為之前Ronnie 很多專案都是叫做 小幫手 所以 就有一個社群的朋友 就幫他做了一首叫 叫小幫手之歌這樣子 找一下 在這邊 好 所以我們今天的那個歌曲 就是 Ending的歌曲 就會播這首小幫手之歌這樣子 OK 那我們就跟鏡頭的大家 謝謝 跟大家說 謝謝 說拜拜囉 今晚 然後明天母親節快樂 好 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 中間有個工程師交融 你我喜歡抓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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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 有天讓你跑去洗腳組織局 令V開始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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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事抓抓抓抓抓抓抓 司法院抓抓抓 任何回叭啪啪啪 老公聚啪啪啪啪啪 公司等級工廠等級 它訂閱 结束 絕! 在街上街有多 glitter そんな時不容易 全世界首粒在八丫盼群術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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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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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裡黃肉裡黃肉裡黃肉 肉裡黃肉裡黃肉秋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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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碰